这个香牛啊你是怎么样看待陆委会的 以及你是怎么样看待陆委会对于中国大陆难民的所谓的这样的一种 就所有消息综合来看不作为什么事情也不做 推诿甚至扯皮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 我跟你一起去当面见到这些官员的那一次 我一直设计你来讲 其实当他其实就算有我在他们还是一直说什么 台湾有自由啊台湾有民族 就一直跟你说我们这体制跟你们那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这种自由的主制吧 我觉得其实不是当初你不是就是因为你想要自由以及言论自由才出来反习的吗 对你才出来反习的吗 而且你都已经在台湾待那么久已经 而且都已经甚至要结婚了 然后他们还一直在那里鬼扯说什么 哦你是从野蛮的地方出来的 你可能不懂吧你可能不懂吧 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小姐作为一个原生出生在台湾的人 我甚至有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其实没有办法表达一些好的意见 在台湾我觉得其实这个民族其实不是特别成熟 然后而且这个社会的环境也不是特别适合表达意见 对所以当他们有这些所谓的优越感说什么 自己是个法制社会 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我就觉得 其实他说的也没错啦但是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不对的地方 因为从一些车祸事件的处理 一些比如说就是人民之间互告的那个官司 那可以感受得出来其实台湾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法制社会 对台湾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法制社会 我认为真的是一个严重自由很好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就是 处理一些事情需要用户告的方式 然后就是就是也不让人 也不让人讲出心理的话就是一点点不开心就要告人这样子 再来就是说他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就是 至少我打电话过去询问事情也不用那么大的官威吧 因为每次我们不是打电话去引民属问事情吗 然后他就不止没有帮我解决到问题 然后还很不耐烦的想要赶索自己 那一次是我们好像是问其中一位 只要愿意帮忙转接电话转接给那个科员职员 就可以解决了事情 然后他也在那里说 还有我们这个规定就是说我们不能怎么 我们不能帮忙转接 就是我之前打电话去那个 护证 护证或者是因为要处理结婚的事情 我打电话去护证 那护证我问他可不可以帮他转接 他们也是利益时间可以帮忙转接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官威那么大 对 大概是这样的 对啊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听到 就是说作为这个台湾媳妇 对于陆委会和移民署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心声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之后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想法 或者是说意见